香港国安法颁布实施一周年前夕 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在接受中心设计者专访时表示 国安法弥补了香港国家安全法律体系中的漏洞 从多方面打击了过去一段时间里存在于香港的危害国家安全行为 反对势力 联合外部势力不断制度的推动政制改革来夺取权力 有了国安法后就弥补了香港国家安全法律体系中的重大漏洞 令到这些所谓反中乱港势力 无了活动空间 无了活动的能力 现在来说领导已经虽然倍不成均的情况 组织又出现瓦解的状况 外部势力越难介入香港事务 自然方面越来越短缺 但是都有组织的 有预谋的 有奪权意向的 有外部势力支持的 如有持久性的 阻碍暴亂 我说话很难出现 刘兆佳认为 香港国安法的颁布实施 不仅让执法者有法可依 而且提升了执法人员的经验与能力 这几年来 特区政府控制暴亂能力都有所加强 在国安法下 不仅仅说中央可以出手 而平息动乱 特区政府维持治安 和应对暴亂的能力 因为过了10年8年的经验 而有所强化 日后再出现暴亂行为 香港警察应该更有经验和能力去应对 因为从来都没有应付这类的暴亂 所以开头手足有多少 手足无数 现在这些情况不会再出现了 如果再有暴亂发生 中央一定要强能应对 特区政府一定要强能应对 5月31日 2021年完善选举制度综合修订条例 正式勘献生效 从法律层面保障了爱国者治港 刘兆佳认为 香港国安法的颁布实施 与完善选举制度的关系更多体现为治标与治本 两者互为补充 共同保障了香港社会的繁荣稳定与长治就安 国安法实际上可以说基本上是治标的 压止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但这些是否可以达到尝试九安及爱国者治港 国安法作用有限的 所以选举制度改革实际上是从价为治本的角度去处理问题 就是确保香港日后的本治者是爱国者 如果那些所谓反中民国势力不能够通过选举 进入本治架构之内 所以国安法和选举制度的改革 彼此之间都是在不论反正方面发挥不同作用 适逢中共百年华旦和香港回归24周年之际 在刘兆佳看来 相较于法理上的回归 反观过去几年在香港发生的社会事件 人心回归显得更为重要 他表示这是一个需要分几步骤的长期任务 不可一蹴而就 而国安法的颁布则为香港的人心回归 打下了坚实的法律基础 去到意识到中国共产党和一国两制 和香港之间利益上感情质 以至命运上的联系 再进一步知道一国两制底下 他应该做些甚麽及避免做些甚麽 意识到中国共产党在一国两制方面 作为一个创制者 对香港的利益所造成的贡献